山苦瓜是很经典的台湾野菜 几乎每本野菜书都会提到它 但我过去在双北地区一次也没见过 谁知道结果季节的此刻 大台中山区满坑满谷 我所到的每条步道都有它的踪影 即便是去南投山区游玩 也变成山苦瓜野菜型 山苦瓜富含各类有益健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深受养生者的推崇 目前有人供栽培 也有切片晒干一供泡茶的商品 网络上也买得到种子 说了这么多 北部野菜有只有流口水的粪 谁叫此物地域性强烈 是中南部限定 双北的好友们来台中爬山吧 山苦瓜现在正当季 快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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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證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第一次在风子林步道的所得 塞牙缝都不够 只好把它丢进泡面当绿色配菜 实在太喜欢它的柔嫩口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致每次踩到一些 就放进冰箱存起来 以阻止它迅速老化 上苦瓜最好的伴侣是咸鸭蛋 金沙苦瓜是经典台菜 各家做法不同 我的私房做法则是多了一道有炸的程序 裹了薄粉的山苦瓜 沾上金沙鱼粒 那滋味太销魂 对了冰过的山苦瓜可以大幅降低苦味 再经过油炸 苦味几乎完全消失了 十分可口 和大桶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用筷子 跟小末 。 炒一大盘金沙山谷瓜太满足了 炒一大盘金沙山谷瓜太满